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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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我是竹敏玲 欢迎来看《聆听主声》 《2024》系列 第四其中的第二讲 经文系记载在《列王记》上第22章 4-8节 12-14节 23-34 和37-38 题目是徐波逐流与否 截至本文赞写时 是2023年10月7日开始的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仍然继续 2023年10月7日 数百或数千名例子 加杀的哈马斯 恐怖分子闯入 以色列南部屠杀了 参加音乐节 并居住在附近的 基布志 集体农业定居点的1200人 超过240人被绑架成为人治 人治被关在加杀的地下隧道中 国际红十字会没有办法进入 也没有生命证明 长达很多个礼拜 以色列向恐怖组织 哈马斯宣战 几周之内 一支拥有军事装备的强大 以色列军队开始围困加杀 加杀北部被认为 哈马斯政府的总部 以色列希望杀死或俘虜 两名哈马斯的领导人 为了屠杀和绑架其公民和一些国际外国的人 报仇 两名头号通緝犯是 叶海亚申雅 耶亚申和 穆罕默德尔夫 即是穆罕默德尔夫 他们策划了10月7日 对以色列的襲擊 然而截至发稿 以色列尚未抓获这两个人 据信他们逃去加杀的南部 与加杀的居民困起 但加杀轰炸引发了人道危机 造成超过21,000人的死亡 其中包括武装分子、妇女和异童 这场战争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呢? 在加拿大的大学和高中校园里 亲巴勒斯坦的学生抗议以色列 并呼吁停火 其他人就指责他们反犹太主义 亲以色列的反抗者 也在示威中分享了他们的悲伤 他们呼吁把人质送回以色列 谁亲巴勒斯坦、谁亲以色列 我认为很多人只是徐波逐流 可能是这样的 或者是这样 我的朋友正是和亲巴勒斯坦的学生 一起去游行 我就跟着去 反之亦然 好像说 我的朋友是犹太人 所以我加入了支持以色列的抗议 首野活动 加拿大每个人对双方的不满了解 有多深? 徐波逐流是危险的事 在今天圣经经文《列王记上22章1-40》中 讲述了一位名叫米干瓦先知的故事 他拒绝徐波逐流 以色列王阿哈邀请犹大王约沙发对阿兰人 发动战争 因为阿兰人占领了属于以色列的基列拉末城 阿哈从来都不是耶和华上帝的敬拜者 但约沙发却是行耶和华上帝眼中捍为正的事 皇上的22章43节 当两个国王一起谈判条约时 约沙发就坚持在开战前就此时要寻求上帝的旨意 《列王记上22章4-8》记载了他们的谈话 《阿哈问约沙发》说 你肯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末吗? 约沙发对以色列王说 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文与你的文一样 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 约沙发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王朝聚先知若有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末 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上去 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发说 这女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发说 还有一个人 是阴拉的儿子米该雅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吉语但说凶言 约沙发说 王不必这样说 然而尤大王约沙发并不信任 以色列王阿哈的四百位先知 假先知 四百人一致赞成 对基列拉末发动的战争 称上帝已经允许他们得胜了 约沙发请求耶和华 再找一位先知 阿哈提到先知米该雅 表示他讨厌米该雅 因为他的预言 对阿哈来说总是坏消息 现在我们知道了 阿哈的想法就是 只是喜欢听同意他观点的人的意见 他到处只有赞同者 但真正的先知会回答神 并且说出神吩咐他的说话 米该雅就不除波逐流了 列王记上22章12节至14节继续描述 米该雅如何采取他的立场 圣经说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基列的拉末去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必将那成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召米该雅的事者对米该雅说 众先知一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 米该雅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耶和华对我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好了 为何四百人的预言 和米该雅的预言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米该雅在23节这样解释 他说 现在耶和华使说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已命定降和于你 这些人想起旧约当中的约伯的故事 在那里 撒旦出现在天上的神的宝座前 慫恿神允许他试探约伯对神的忠心 获得他可厚 若白遭到严重的攻击 除了自己的生命之外 他就失去了一切 若白在难以忍受的苦难中 仍然坚持对神的信心 现在米该雅也有类似的异象 神就让这些雪坊的灵透过阿哈甲仙知的口来运作 因为神已经决定阿哈要死在战场上 时候已经到了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无视真正的先知米该雅 与激烈的拉姆交战 他为了以防万一 阿哈就乔庄上阵 而约瑟法穿他的王袍 即便如此 阿哈还逃不脱神的审判 第34节记载 有一个人随便开工 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女 王对赶车的说 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内拉我出阵吧 如第37至38节所提示 他的命运已经注定 圣经说 王记死了 世界有其流行的观点 服从的压力很大 很多顾问就说 不要破坏现状 跟着去吧 有更高的政治和宗教力量联合起来 但他们抵挡不住神的权柄和审判 我们敢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米该雅吗 我们敢根据神的话圣经说实话吗 我们敢在大众的反对面前坚持上帝的启示吗 我们敢冒烈士的风险 并愿意为我们的创造者而死吗 如果我们肯坚持上帝的话语 我们就有了米该雅的勇气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将会带领我们走向得胜 我们在永恒的救主 我们圣结公义的上帝手中是安全的 他将成就他的旨意 祈祷 亲爱的主 我们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你统治着一个又一个的时代 你是主权者 你是法官 请赐予我 你真正先知的勇气 毫无恐惧地 讲述你所揭示的真理 不要让我违背你的命令 而随波逐流 我向你保证忠诚 奉基督的名 我祈祷 阿们 弟兄姊妹 做中流底柱 不随波逐流 需要很大的勇气 沿着加添我们的力量 我们多谢收看 明天见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一下响零图标 你们就会开始收到 每天上传的视频通知 谢谢 请不吝点赞